文能怒怼渣男老公 武能手撕绿茶小妾 轻易不出手 出手记忆巅峰 有生之年 终于在宅斗剧里 看见这么解气的后妈了 老公是软饭男怎么办 二话不说 直接开骂 就喜欢看这种霸气的 太一解气了 不然白天刀牛做马窝囊了一天 回到家再看个窝囊剧 就太丧了 我就说那可是行可谣 怎么可能演这种受气的角色 张耀拍了这么多部剧 就没受过委屈 果然无论到什么时候 有钱就是底气 我们亲爱的后妈 可是大金镯子和田玉 诚狂诚狂给宜宁送的人 严重怀疑过去 那些看不起商骨之家的人 是因为99%的人 都不会赚钱 猜到是不安分的小妾 陷害了宜宁之后 带着人就找上门了 看见小妾打死不认 出手就是一巴掌 一点也不惯着 看着我儿如现都畅通了 你们锦绣安宁 有这么霸气的大娘子 进入罗家 是我的福气 这大概是 锦绣安宁里 改变最封神的一处了 因为剧里的 林海如有多霸气 原住的就有多窝囊 在首府阳城首策里 罗家二房智商最堪忧的 除了乔想娘母女之外 就属林海如最笨了 她作为大娘子 被小妾压制这么多年 并不是剧里说的那样 不懈争强 而是真的抢不过 毕竟是一个 给罗家二房 生了儿子的妾 原住中 一宁浑穿过来之后 简直是林海如的天降救星 因为她不仅帮后妈 应付乔小妾的 日常争宠 还给后妈找了个超绝靠山 姨女一直拉近 罗申远和家里人的关系 最后在罗老她的安排下 受其包罗申远 记载了林海如的名下 一下子从不受全家带进的树子 成了二房的第一掌 尤其是这位长子之后 还成了科学第一的状元郎 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张婉一高中邮件 把全家看傻眼的名场面了 那得多风光啊 可也狠狠出口恶气了 所以我还是很喜欢剧版的改编的 不然按照剧里的设定 我们小英宁得受多少气啊 请不吝点赞订阅